第58屆金鐘獎 綜藝節目獎 得獎的是 最強綜藝秀 集結各式身懷絕技的達人 展現五花八門的頂尖演出 進而激發出藝人的潛能 突破挑戰 建構成強大精彩的內容 以及感動的火花 單元整體呈現十分豐富 節目進行活潑有趣 開拓出才藝美學的新視野 恭喜 以及謝謝主持人瓜哥 儀佩 還有慧如 以及參與這個節目 演出的所有演藝人員 還有謝謝在世界各地 發光發熱 獲獎無數的台灣之光 跟各項達人 他們辛苦 精彩的演出 才能達成綜藝秀這個節目的完成 是最辛苦的製作人 幾乎每天都被我罵 洪軍 加油 我一直想表達的就是小人物大精神的一個想法 那當然在節目上 要感謝不同領域的這些達人 達人者們 特技者們帶來精彩的表演 透過他們的表演讓我們了解他們對夢想的堅持 以及分享他們在他們人生當中感人深受的故事 這個節目在製作過程當中 我真的每一天都在背瓜哥嘛 但是我必須說 跟瓜哥做一次節目 勝過入行十年 其實我這個行業今年剛好滿四十年了 我從入行第一天就一直在黃金時段進駐到限量 所以陪伴每個家庭每個禮拜天都在看我的節目 很多 很多事情 都看到大家這麼努力的工作的時候 而且人家常說你都入圍這麼多次 為什麼每次來都公估 那我覺得 我們必須尊重這個行業 必須要加入這個行業 不然別人也不會尊重我們 所以我每天 絕對要出席這個晚會 而且看到大家這麼熱忱 我相信我們電視產業是非常有希望的 人家說你什麼時候退休 我告訴他 我是 退而不休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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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γο 謝謝大家 嗨嗨嗨嗨